有人有行人要走行 座上駕駛座立刻变身公车司机 透过逼真的模拟驾驶系统 让参访者认识大行车 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 位在台北转运站地下二楼的 台北市交通资讯中心 里头设置各种交通体验设施 像是可以沉浸式体验行人闯红灯告警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的交通控制区 还有鸟侃台北体验区 绿运输AR扩增实境 智慧停车体验与智慧公车站牌等 透过各种生动活泼的互动展示 让民众了解台北市的交通建设发展 以及交通安全知识 这部分我们也是以墙面投影的方式 打造这个沉浸式体验 然后我们建构了包括了 新人闯红告警 以及协助视障者过马路这两个情境 让民众可以更了解 我们最近一些智慧化的 就是计划的推动情形 那这部分的话是外面这个鸟侃台北体验区 然后这区的话我们同样用投影的方式 那让这部分是呈现了两支影片 一个是历史上的台北 我们结录了四个时期 不同时期的西门丁中华路的一个街道的画面 那在智慧台北部分则是用空拍视角来介绍了我们近期的一些智慧交通 包括像是动态耗制感应信号制 然后电动车地锁或者像共享运居这些我们智慧交通的一些成果 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我们的律运输区 这部分我们展示了我们的U-bike 1.0跟2.0 那2.0的部分还可以做个骑程体验 完成任务之后可以合影 这个部分的话则是我们智慧停车区 那我们除了有载行政策 然后智慧巡车这些之外 今年还新增加了这个智慧停车柱 那我们就是模拟的包括车子停放 然后可以缴费的这个流程 让民众更了解智慧车柱 那这一区的话则是大众运输区 那这部分最热门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模拟开公车 透过这样子实际开公车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包括像是大客车的视野指教 或者是内轮差这部分 来提升整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直接看到B3是我们的交控中心值班台 那可以直接看到同人就是 针对我们交通的就是即时的监控 以及一些管制 然后也可以就是让东路人有更直接 知道这些即时路况讯息 那我们这边平常就是有接待一些 国外贵宾来参访或者是国内团体要来申请也都可以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寒暑假的部分有提供免预约参访的场次 那寒假的话是1月15到2月15 暑假期间是7月到8月 那这个期间的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到5点 这时段民众就可以直接 时间下午3点的时候到我们台北专专一楼的服务台报到 那我们的导案人员就会上去接待大家来参访 台北市交控中心这边有一个交通运资中心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台北市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发展 智慧的上的发展都在这边来显现 那现在又弄了很多体验区 然后我们欢迎大家预约来这边来参观 这里面也蛮适合小朋友 我们有专业版 成人的专业版 也有这个一般版 也有儿童篇都有 那我们也会有导览 欢迎大家来预约 除了各项体验设施 交通资讯中心内还设有交控中心值班台 透过交通监控与管制系统 立即掌握台北市的交通状况 控制中心是24号是有派人在现场 那我们现在是我爱经营 他们主要就是透过现场的荧幕 跟我们的那个一些交通资讯 来判断有没有拥摄 有拥摄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会透过伊林群组 就是LINE群组 通知交大的情务指挥中心 请他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到底那个拥摄是因为车流量过多 或者是因为这个有造势 那有造势的 那在市民道道上面 我们还有这个AI的这个造势的摄影机 那可以只要车子发生造势的时候 我们AI摄影机辨识出它是造势的时候 交大或者是这个跟这个新北或高工局的协情 都是透过交通中心的同仁 跟这个这些单位做互相的协情 把这些交通资讯通报之后 也让交通能够更为顺畅 想要参观交通资讯中心 只要上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预约 平日满5人 假日满10人 都可以预约免费导览参访 完成体验还能获得金美纪念品 欢迎民众上网预约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